好 我們來看一下禮拜五的行情 那今天就是先講一下昨天 大戶資金在做換股 昨天講過了 前天已經跟大家預告過在換股 有沒有 大戶資金在做換股 有一些股票它在高檔 橫向震盪比較浪費時間的 那部分的錢會換到比較有效率的地方 對不對 今天不用講一定是汽車 不過這等一下再說 我們現在看一下幾個狀況 第一個大盤的指數 那大盤指數有人說在美國大選前 既然是觀望那會不會下跌咧 那我去空它怎麼樣 假設你去空它的話 其實這兩天也沒有占得太大便宜 那主要是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我們來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假設你覺得川普當選以否 對台積電是一個觀望 觀望這兩個字 什麼叫觀望 觀望的意思是先用看的嘛 股票除了漲跟跌之外 還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不動 殘 黏 對不對 拖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在一個觀望的行情當中 你把多空打下去 你多單不見得占到便宜 你看你空單不見得占到便宜 對不對 這種時候反而是資金在所謂的大戶資金換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幾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說你看一下 我有提醒你們嘛 對不對 你在上面跟它纏住就沒有用了 纏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做一個無效的交叉 對不對 你在這邊做多次無效的交叉 然後最後讓時均去穿掉那個季線的話 那你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你月線的級別可能會做出一個日落 這月K棒喔 這是月K棒 你看它這個月 有沒有 因為已經快到11月了嘛 你最後下個禮拜 你看它還有下個禮拜 要把它拉上來 拉上來 你下個禮拜沒有拉上來的話 當然它有可能去測這個位置 但不管怎麼說你拉不上來的話 你要再花一個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去收腳 收腳意思是 我這個月低點在這裡 下個月要比你稍微高一點點 收腳 收完了以後像這樣有沒有 收完了以後 你才能有機會再反攻 舉個例子 月線基本上就是如來佛了嘛 日線再怎麼跳都是孫悟空 你看這叫收腳 雙紅做一個投下來的時候 合理來講 拉回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OK嘛 因為你第四季開始 GP200要開始出貨嘛 合理嘛 那你原本漲這麼多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你追在這邊也受不了吧 那個地方是多少 1000塊左右嘛 9500 9800那邊嘛 所以它一定是說 某一個月你沒有辦法要創高 對不對 某一個月嘛 你這裡一定是 我們看一下 多頭的格局一定是這樣 主軸是這樣看的 這裡是2月 3月 4月5月 對不對 連漲半年以後 出現某一個月它不創高 那我的做法呢 很簡單 出掉 因為你周線的格局會告訴你說 這根叫日落嘛 出掉就好了 出掉再看你怎麼樣 不用想那麼多 你回頭來看一下均華 對不對 這個禮拜就已經開始出現什麼 你看這個月 越K棒不創高嘛 那你如果說比較求保險的話 很簡單破這個低點 你把它出掉就好了 出掉就好了 如果你不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沒有把它體會出什麼叫大物資金 在做換股嘛 因為事實上 這是今年賺非常多錢的股票 對不對 賺超多的啊 這有點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去年你不賣花心光也沒有用啊 你這個賣就對了啊 強勢格局一定是創高的啦 你某一個月不創高 你就要 皮就要繃緊了 因為你急行軍走完了嘛 代表你要怎麼樣拖了嘛 所以我常講說 波段交易跟所謂的動能交易 有沒有不同 有不同啊 如果我用一個簡單的說法 波段交易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 兩個小時的電影好了 那動能交易大概就是 30秒的預告片 但是它是精華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你在看一部電影的時候 你選擇要不去看 這部電影兩個小時半 兩個小時對不對 像最近有一部續集電影 聽說賣得很差嘛 那部第一集我有看 我覺得滿好看的 那第二集我也沒有去看 因為我看預告片 我就不想看嘛 對不對 就多了一個女主角 這個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也許有機會覺得比較好看 有機會不好看 這個東西是見仁見智 但我純粹看票房 就是第二集賣沒有比第一集好 那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電影的預告片 其實往往就是那部電影 最精華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電影的預告片 那個30秒是 就是很多人看完那部電影以後 把最好看那底下剪下來 然後所以說有的人會講說 我看預告片那麼好看 結果去看不好看 結果整部片最好看 就是只有那分鐘 結果剪成預告片 這動能交易啊 做股票要把整個半年的行情 我就只做那三天夠了 所以這叫破端交易啊 你看好CPU叫破端交易嘛 細光子你看好嗎 你破端可能兩三年嘛 但實際上你最好做的 大概就是當時這一段 大概幾天而已 哪怕你沒有賣到糕點也無所謂 那為什麼要來講這個呢 就是大家回來講嘛 大盤的格局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邏輯去講 所以它稍微有一點 在這個地方怎樣 等嘛 等美國總統大選 那我們看一下小型股 像我昨天講的啊 一根長黑大家很緊張 來到波段的下緣 其實又有買單進來了嘛 那現在雖然是週末 量稍微低一點 但是量低不見得是有壞處 發展到這個地方反而有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你來到地下市以後 重新會有一個上升的機會 對不對 你來到低點挖一個凹槽 重新有一個上升的機會嘛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今年的下個禮拜開始啊 因為你現在大型股不動了 它本來就轉到小型股 再加上就是說小型股又有新方向嘛 新方向就是集團股加上機器人 加上電動車 那第二個就是說 2317好像鴻海喔 有沒有 昨天黑幫就是買點嘛 實際上台電不動 還是給鴻海控盤的機會 沿著五日均線買 到目前為止都是贏的 再來一個就是說 今天這主帥放出來沒事 沒事喔 這裡分盤交易嘛 這裡分盤交易嗎 放出來沒事 你看它這個比萬頓強多了 比萬頓還要強 萬頓關一關關到有點悶氣了有沒有 這個現在看起來變成完全的主帥了 所以這聯亞什麼時候來走下一段 那就是很重要 所以 可是你說聯亞現在有沒有動能 它其實是在這裡拖了一個月啊 你買了350大概一個月 你說它強也沒賺到什麼錢嘛 對不對 好那因此的話我們說多銅火種還在 那CPU行情沒有結束 半導體行情也沒有結束 但是它在等機會 那之後該怎麼做呢 表示說既然大家在觀望這幾支股票 半導體 那設備股就不要做了對不對 設備股有一些部分 漲多的設備股才彎頭了吧 那大家就要思考說 這些換出來的錢跑到哪裡去了 你抓到的話 你就是贏家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第二天 我們來看今天最重要當然特斯拉 那特斯拉這個值得好好講一講 馬斯克是厲害 確實是厲害 其實馬斯克這次幫川普站台 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會把這個拿來當話題 可是你們知道馬斯克跟中國的關係 是很好的 所以其實地球上 能夠做到這件事情的人 確實是不多吧 厲害喔 你會發現他跟誰都很好 好厲害 好傢伙 當然他也有選擇啦 馬斯克他自己也有選擇 但是我覺得現在要講的一個重點 是這樣子就是說 以他在選前這樣子 這麼鮮明的旗幟 那川普他這次如果再上台的話 未來四年我實在是覺得 馬斯克應該可以喊得動整個宇宙啦 這個看起來他現在這個壓寶 那我就講一個簡單的 因為最近這兩年大家在漲 漲AI 所以很多人做股票他的腦袋都AI化了 AI化就是說給我機殼散熱伺服器 不然其他什麼我都不要對不對 給我機殼伺服器散熱就是這樣 然後每天眼睛張開 就看黃雲勳在幹嘛對不對 覺得其他都不會做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不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 大家過去這兩年對於AI的研究 慢慢的也開始有一點自己的概念了對不對 什麼該買什麼不該買 市場上已經不像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那麼狂熱了嘛 只要你給我伺服器我通通都買單 所以其實這裡也要回場洗一件事情 就是說馬斯克說他也要做機器人嘛對不對 看起來他也想把特斯拉這個貼成是所謂高科技股 其實我可以告訴各位就是說 汽車製造商的本益比在美國 本益比是不高的啦 唯獨特斯拉例外 因為馬斯克說我不是汽車製造商嘛 我是高科技股啊 對不對 那純粹是他個人的這個色彩 把它導向成這樣子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喔 特斯拉他這邊下面做一個大型導狀反轉 那這個只要回升了以後 他會變成一個回升的格局 簡單來講的話 未來馬斯克在三到四年裡面 會很佔版面嘛 所以我剛剛說的喔 很多人他在汽車股剛剛轉強的時候 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我覺得大家要改變一下這個心態 你要把它當做一回事 因為汽車很可能搞一段 我覺得機會蠻高的 搞一段 好那第一個喔 最直接受惠一定連加啦 不用講了 因為現在分成幾個方向喔 就是說 我是不是要跟兩年前一樣玩電磁系列 可是電磁系列的話 就有一個寧德時代那個巨人在那邊啊 還有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馬斯克他自己說他要去發展輕人車嘛 那我根據我這麼長時間 對馬斯克這個人的觀察 他講話都不會一次講完 他會先丟一個試水彈的 試試試水問的 然後半年之後你才會知道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對不對 就好像是他當時的說 我要繳稅我要繳稅 你都不知道他幹嘛嘛對不對 後來過了兩三個月 他說他要賣股票 對不對 他很聰明 他是有一個謀略的你知道嗎 好那我都有繼續講說 所以我覺得電磁系列擺在第二 當然有一種例外 如果說本身你是這個電磁 過去漲過嘛 就正夫級採用那幾支股票 你自己出來說你要去發展氫燃料能源的 這個就OK 因為你踩到對的這一邊嘛 那如果先不管這個電力這一塊 我們直接先講直接的工藝商的話 第一個絕對就是連加 為什麼 首先看一下就是說 他不是在特斯拉大漲以後他才漲的 對不對 你把它遮住嘛 實際上他上個月就漲過了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就算沒有特斯拉 他本來就要漲了 合理吧 加分嘛 對不對 而且是最直接的供應鏈 毫無疑慮 價格又低 形態又漂亮 站上季線 沒什麼好講 又不是沒有EPS 你又有 族群也不差 LED今年搶嘛 對不對 第二種就是純粹的轉機 太久沒有人去看同志了 導致於今天第一根漲停搭上來竟然不帶量 那為什麼不帶量呢 前面不是有高點嗎 上面不是有季線嗎 通通沒有賣壓 外盤幾乎是空的 才1000張轟上去就鎖住了 那這個表示說是什麼呢 太久沒有人去動它 買盤還沒有進來 但是賣壓已經幾乎沒有了 那這個就是第二種 所以我說很多人還不把汽車當一回事嗎 其實要稍微看一下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滑幅 傳統的車用懸浮螢幕機殼 這大家都知道題材嘛 但這個成交就稍微比較大了 因為怎麼樣 它之前已經動過 已經有累積量在裡面了 就比較沒有像同志 這麼簡單又乾脆 又這麼乾淨 在亞光長過一段了 亞光今年來講的話 其實嚴格來講已經長過一段了 它是在這個地方準備要走第二段 那特斯拉轉牆 能不能帶給你第二段 這個我認為就是說 有機會讓它墊高的位置 因為原本的題材是 機器人的視覺嘛 加上一個車載的鏡頭 多出來的話就是 看能不能讓它回到高原區 但高原區能不能突破成功 這就要看了 坦白講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今年已經遇到 太多檔股票 拉到高檔以後做大平台整理 對不對 那種股票我就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觀察 但實際上 我可能不會在平台那個地方做參與 你比方說你在高檔大平台去拉 安國拉一根 然後隔天隔日通出掉 或者說你去拉什麼鎖羅門 螺神拉一根然後出掉 有意義嗎 覺得很無聊 很多人樂此不疲 來前滴戳一下 來高檔戳一下 然後鎖個掌停 隔天開高倒出來 開高走低 就在那平台一直來回戳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大錢賺 那種地方是大戶在 大戶在割散戶的絞肉機 那高檔一直割你嘛 你一定是突破去追 它隔天倒下來 你下去砍掉 它割你一段嘛 對不對 你的大平台就上面一直反覆被割 一直被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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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一兩年很多人 去做那個平台突破 我都勸你們不要再做了 成功率大概看有沒有20% 不到20%吧 現在要做 你寧可去做那種 一直創新高突破去追 都還比相對安全 真的我不騙你啦 我看過太多了 那這個留給有心自在操作的人 再來慢慢跟我討論 我們今天的節目 做給大部分的人看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聚合 這些就是所謂電子材料 電子材料系列我放在第二波 但是你說有一些 他自己說他也要做氫能源 這個就例外了 再來我們看到 原本的這個東元集團當中的 林光三兄弟 光陵今天續攻嘛對不對 當然今天林光有一點打開了 不過我們看到東有跟這個 光陵還是鎖住的 那相對的也帶動到了連倉 我就跟大家講過 東元集團還有他嘛 那今天果然順利的也攻上漲停了 這個沒有在 沒有什麼疑慮啦 就是講完了就是攻了 就攻上停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集團股 也開始納入所謂的大戶資金 換股的這個機會 因為我給各位看一檔股票 今天早上4919 看到沒有 新唐差一點攻到漲停板有沒有 因為這檔股票 昨天漲停就應該注意到它了嘛 昨天漲停大家就應該注意到它啦 對不對 那你如果帶回來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東元集團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有越來越多的股票 像今天那個誰有動啊 8183 這什麼你知道嗎 這跟這一家同一個集團的啊 我覺得市場上已經開始抓 第四季的集團股當中的小經濟 底部起漲了喔 那這裡也給大家很多的機會 為什麼呢 比方說像今天早上那個連家買得到嘛 昨天就買得到了啊 何況是今天 昨天就買得到了啊 昨天就有跟你們講過啦 對不對 連漲也是啊 昨天就跟你們講過啦 也不用等到今天嘛 昨天都講過啦 這個昨天就買了啦 好 短天期喔 那我們就再來跟講 我們現在短天期 這一次其實我們知道說 很多的投資朋友們 當然有一些可能也有自己喜歡看的節目啦 那我喜歡看我的節目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 有一些他可能比較專職 在操作上面 那操作這件事情是這樣 有一些人他招作股票 有時候是這樣 這一陣子不好做 他可能就不做了 那我們的節目他還是相對有在看 你最近在看我們的節目 會發現我們穩定的 績效的輸出 可能就是跟很多人的 看的老師不太一樣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每個階段 我們會有一個主打的交易型態 跟我們交易的策略 那我們這裡的策略當然就是所謂的動能 動能的意思就是吃它最短的那一段 你其實怎麼來說呢 就是像我跟大家講的嘛 哪怕是最強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6187的萬論 你真的仔細看喔 很好做的行情大概就是這兩根漲停 然後呢放出來以後的第一根沒了啊 講真的沒了啊 那有人就說那這裡怎麼辦 那你是剛剛站到季線上方的時候啊 對不對 真心講嘛 要不然你說這種你用爆的 或者是說像我們剛剛講的嘛 聯亞這麼強的高檔也不過就是很盤 對不對 聯軍這麼強了也不就是很盤 是不是這樣講 那你操作是不是要操作就要這樣 另外就是說我們看一下00687 這個概念是一樣的喔 我們說如果你真的要抄底喔 W底的形態三個買點嘛 一個就是短線的爆亮點有沒有 這個位置不破的話它就是一個短線的V轉 但這個V轉會不會變成一個小型V轉變成大V轉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看它有沒有背離形態 假設你在這個背離形態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幾個喔 第一個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沒有創新低 但是呢這裡創新低 可是有沒有發現它的指標比它高 你看K值4比它高嘛 所以這就是什麼 下跌過程當中的小背離 但這是不是大背離還不是 還有一次大背離的機會是在這個地方 MACD算大背離嘛 所以你反彈的過程當中如果有打腳的機會 你這次腳踩回來 然後呢 MACD的右腳比左邊高 那就變成一個雙腳的大背離 看到沒有 這裡是不是一個大背離 所以這個第一個爆亮點是一個小買單 買完就會直接跳空 但這會不會踩第二隻腳的機會 那你就來講就是說 買盤買在最有效的地方 第一個買在這個爆亮不破點嘛 第二個就買在右腳 那中間等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短天期抓到像連加這種 能夠漲停的股票 那我就再來跟大家講一次 就是說短天期當然我們就 最重視的是馬上的績效啦 比方說像今天來講的話 有賺到連加的朋友很多嘛 你可以去問一下我們這一波短天期的朋友 或者是說今天有賺到金星的朋友 也有很多啊 問一下我們這一波短天期的朋友 我覺得要問我們這些新加入的朋友 最重要的重點是說 第一個我買的東西 是不是跟學長跟學姐一樣 如果說你看我的節目 三個月之前你是買聯亞 你在看我的節目 三個月之後你還是買聯亞 那我覺得你就看我的節目就好了 對不對 你今天進來加入我 當然我們一定是要給大家一個全新的概念 但是邏輯是我們一貫的操作風格 但股票是全新起漲的 你不覺得這樣子 比較容易賺到最好做的那一段嗎 馬上就有那個動能對不對 所以今天吃到連加這根漲停的朋友 你可以跟全世界來作證 什麼叫短天期 一進場就漲停 對不對 有讓你等嗎 沒有 進場就漲停 進場就漲停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那稍後一下回來 來 我們看一下虎門跳三根 這個禮拜毫無疑問 這最好的四根漲停就在這邊 所以做股票一定要抓那個精華 那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剛剛出來的概念 然後大家手上股票還不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價格延續性是最好 當大家都研究的差不多了 買的也差不多了 他就會很吃業績 就你一句我一句 他一嘴很麻煩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展達群光集團 那我在昨天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各個集團當中派出他們最能漲的股票 那果然在今天被我們預告之後 今天跳空漲停 拉出第三根 所以這個禮拜其實也不輸給虎門 我們在這個地方跟各位預告漲停 我們看一下一根兩根三根四根 扣掉禮拜二這一天 一二三四五嘛 這個禮拜總共漲了幾根股票 總共漲了四根漲停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 示範效果 那你是不是要趕快找集團股 對不對 東元集團已經告訴你 林光三兄弟了 林光光臨對不對 這個東有對不對 那今天還有連倉上去 都東元的 現在群光也開始了 你聞到那個感覺了沒有 你聞到了沒有 你聞到那個大戶資金了沒有 你覺得他們把高檔的股票賣掉 會買什麼 當然會買一直漲停的股票啊 聞到那個感覺 有沒有 聞到了吧 我們的節目專門在抓這種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看 好 那核大 核大他們家就是有高峰 核大因為股本比較大 那今天這個開高撞到季 先有稍微整理一下 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右腳 那這種股票就有點像是什麼 上銀 比方說核大跟 比方說那個2049上銀 對不對 這是上銀嘛 這龍頭嘛 另外一個就是4576 他們家小金雞 誰比較兇 當然是上銀偉比較兇啊 大銀偉比較兇啊 同樣的道理嘛 核大你不要說它這樣子 好像沒有噴上去 其實它這個已經算太走強了 重點是在這裡 高峰上不上 這才是重點 對不對 就核大高峰嘛 對不對 然後上銀大銀偉嘛 這是不是一樣的概念 紅準啊 我們看一下就是 紅海家族當中 機殼散熱機器的 紅海家族當中 這一檔股票 是不是有吃到這個 揮達這邊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重點 是它股價的概念 紅海反正一直往上漲嘛 紅準在這邊有機會做一個跟上 六方科 今天高檔做震盪 那上一次換手有成功 這裡寧靜高檔 有一個短線上賣也合理啦 但是呢 如果你光看周線 這根周線漂亮的啦 再來我們看一下 昆寧也是東元家族的喔 今天開高之後 就算有一個小小的壓回 我這麼不在意啦 因為你已經過高之後 亮縮做指紋了嘛 你等於是站在一個 新的階梯上面啊 而且重點是 你東元家族耶 現在東元家族就最強的啊 東元本身自己也有機會轉強 然後我們看一下經典 這是基建概念 昨天有跟大家做過分享了 這一次越過基建的過程 當中經過了三日整理 已經算成功換手成功 三方有切入半導體材料 投信這次有買 那來意喔 這個我就不一個一個說了 今天比較重要的重點是 泛華新家族喔 還有底部剛起來的IC設計 你看金星嘛 這是電磁管理系統啊 而且它也是在 特斯拉漲之前要先漲了 一檔接一檔喔 我們這一次的短天期來 我們看一下喔 短天期的話 你跟著我做四個禮拜 對不對 我再多提供你四個禮拜 一檔接一檔 每個禮拜做到兩檔 其實到年底前後還換股 就從禮拜一開始 我先帶你做幾檔 第一檔股票 體驗我們的動能交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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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